俗哥说电影 帮你能听懂 今儿给大伙聊一部国产的剧情片 摇啊摇 摇到外婆桥 影片一开场 农村孩子水生从乡下来到了1930年的上海滩 来投奔他的六叔 水生的六叔是上海滩黑帮老大唐老爷的手下 不仅一高人胆大 而且心很熟辣 水生坐在卡车上 跟着六叔来到了一交易地点 时间不大 黑帮的二当家宋二爷坐着车出现 咱也闹不清楚这里边到底出了什么事 反正是这宋二爷掏出枪啊 盯了光荡也不知道把哪个倒霉带的打扫 随后水生跟着六叔来到了唐老爷家 六叔说大户人家规矩多啊 不该问的别问 不该说的别说 知道为什么叫你来吗 因为你姓唐啊 老爷只相信咱们唐家的人 好好干 老爷看得见 你来这儿的任务主要是伺候一位小姐 这位小姐是老爷的女儿 叫小金宝 大上海的歌舞皇后啊 广场舞跳的内角也好 全上海都难找 老爷捧了她十年了 在她身上可花了不少钱 两人洗完澡 六叔带着水生来到了唐老爷开的舞厅 这小金宝不仅歌唱的好 人长的也漂亮 胸大臀乔沉于落叶 把水生看得是一阵阵的干颤 由于水生刚进城什么都不懂 惹得小金宝非常的不高兴 说吃货不掉吃货 你整个就是一饭头 转场之后 六叔和水生跟着小金宝去见唐老爷 六叔把规矩讲了一遍之后 开始向水生和观众介绍几位重要的人物 六叔说坐在正中间那位秃老爷就是唐老爷 老谋身算非常的狡猾 戴金丝眼镜的这位是宋二爷 江湖人称小猪 标准的臭不要脸十分的阴险 这位是正子暗影 杀人从来不差点 不仅脾气大 而且心狠手辣什么都不怕 那老头是唐氏爷 一肚子的坏主意 要比耍阴谋诡计玩猫腻 在座的所有人都算个屁 不信你可以看看杜江侦察记 六叔正瞎白货的时候 电话铃传响了起来 唐老爷拿起电话一听 原来是另一黑帮老大于胖子打来的 由于刚才的交易 到了晚上 水生跟着六叔来到了小金堡的别墅 六叔说甭管你是睡觉还是在撒尿 只要是小铃铛一响 你必须随叫随到 唐老爷去给宋二爷擦屁股 可这宋二爷倒好 半夜偷偷摸到了小金堡的房间 原来这儿已经按通款区好多年 转过天 水生正站在门口打盹的时候 突然听到楼下传来动作 他下楼一看当时就被吓尿了 原来那个鱼胖子派人偷袭了唐老爷 他六叔为了保护老大也不想交了饭票 到了后半夜 水生突然被师爷给叫醒 原来唐老爷为了躲避鱼框子的追杀 带着自己的亲信前往一座鸟不拉尸的小岛 唐师爷说小姐 上了岛可不许乱跑 甭管是谁 自要是敢随便上岛下岛 一律隔茶无论 这个岛上 除了寡妇姐翠花带着自己的闺女阿娇 再也没有其他人了 傍晚时分 水生去给小金堡送伞的时候 发现小金堡正顺着翠花的门口往里头看 原来翠花有一相好的住在岛的对边 隔三差五就会划着船过来跟翠花优惠 关系非常的纯粹 小金堡说小屁孩看什么看 赶快过滚蛋 把水生撵走之后 小金堡来到了翠花的屋里 这姐们纯粹就是个诚实不足 败事有余的玩意儿 她在一通大呼小叫 很快就被正在巡逻的正三爷给听到 翠花的闺女阿娇 不仅聪明伶俐 而且长得要好看 她非常羡慕 艳光四射小金堡 她希望自己今后也能像小金堡那样 跳着广场舞 唱着口水歌 坐着名牌车 吃山珍海味 享受中华富贵 两人正唱得高兴的时候 小金堡突然看到了 飘在河里的翠花老乡好的尸体 小金堡马上回去质问唐老爷 唐老爷说 我早就立过闺女了 谁随便上岛下岛 我就把车给毙了 左哥你要是不大呼小叫的 翠花跟他相好的事 我也不可能知道 水生正坐在门口发呆的时候 小金堡走了过来 把几泡银元塞到了水生的手里 说你挣够了开豆腐店的钱 就回乡乡 水生说 我还得替我六叔报仇的 小金堡说 抱你个头啊 你要是不听圈 迟早跟你六叔一样领活还 心怀歉意的小金堡 再次找到了翠花 说嫂子 守寡多年为啥还不找啊 改天我给你介绍好的 阿娇说 我阿叔喜欢挖妈呀 翠花说 别胡说八道啊 赶快去睡觉 小金堡说 阿娇说的那位阿叔是谁啊 阿娇说是倒对面的阿叔 小金堡说 你阿叔是不是常来啊 阿娇说 一里老滑的传来 不仅白吃白住 他从来不过带礼物 小金堡说 翠花嫂 你跟那位阿叔什么时候办事 翠花说 反正生命已经煮上手碗了 过了年就办 小金堡说 我对不起你啊嫂 我就不该到这来 天涯何处芳草 我建议你还是重新找 转过天 宋二爷来到了岛上 水生正在拉屎的时候 突然从附近 传来了两个人的对话 他仔细一听了 当时就梦了 原来宋二爷正准备 把小金堡给干掉 水生当时就吓了尿 连屁股都没擦 急忙向唐老爷和小金堡 做了汇报 旁边的人一听 上去就把宋二爷给跟住 唐老爷说 老二啊 你可是真够二的 你跟小金堡闷点蜜 跟鱼胖子暗中交易 这些坡事 其实我早就知道 你想当老大爷不撒胖叫 这儿来着 今天让你上岛 为的就是请君叔 要了你的命 天黑之后下起了大雨 宋二爷被五花大王 押抚到了警察 和他带来的十几个兄弟 一块为后埋了 唐老爷说 敢给我带绿帽 早晚带交饭票 什么大金链子小金堡 一个也不想跑 临死前你还有什么议言吗 小金堡说 翠花嫂和阿娇 跟这事可没关系 你可不能碰到门 唐老爷说 阿娇我是必须要带走 调教调教 又是一个小金堡 至于你说的翠花嫂 那天晚上你们俩聊了一夜 他知道的太多 不把他干掉 我晚上是睡不好觉 小金堡说 你这个老王八 我现在就让你领说饭 影片的最后 小金堡被杀了 水生因为上去帮忙 被大头朝下吊起来 唐老爷带着阿娇抢往上海 若干年之后 又一个小金堡 将会在上海团然然生起 看完这整部影片 我们还是来说唐诗压经 无论黑道或白道 首先人品很重要 被信息一下回来 迟早让你交饭票